創新科技在推動生態環境擔當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懂得善用科技的話 更加可以令到環保的工作時半功倍 來一個關於創科的挑戰比賽亦正式開始了 其中一個主題就是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究竟如何結合到科技和環保 當然要跟業內人士談談 Hello 你好 我知道你們從事關於一些回收的工作 就是紙包的一些回收 其實當初是發現了什麼問題想去解決 而由這個概念產生呢 我們看回香港的垃圾數字 每天大家聽說可能有一萬噸的垃圾 最多就是儲餘 第二大其實就是廢紙 有二千七百多噸 對我來說我經常都說 廢紙其實是最容易回收的一件事 為什麼我們堆填區裏面都可以有這麼多廢紙呢 細心點去看的時候 我亦都分析這個問題 其實有一些廢紙 其實就必必是簡單地可以丟進回收箱的 你都不能夠說當廢紙回收 而是要有一個設施去處理它們 才可以變成一些有用的原材料 可以做回紙 一個就是關於創科的挑戰賽 另外我們也提過的主題就是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作為就是相關的企業 你又怎樣看呢 其實科技怎樣可以幫助到去解決環境的問題 回收業呢 過往給人感覺都是一個比較傳統的行業 很多人一想就想起公公婆婆 在街上撿紙皮 年輕人都未必願意入行的 但其實呢 在我眼中呢 其實有很多的機會的 尤其是如果我們肯注入一些新的元素下去的話呢 是可以將整個行業的水平提高的 其實我們創辦這間公司的時候呢 我們第一樣東西就是拿了 我們就是利用了RFID的技術 去做一些廢物的追蹤 從而就增加公司的客戶對我們的信任 如果參加者都是想得為意出 在研發一些和環保相關的產品 或者是技術的時候 你有什麼建議 或者他們有什麼地方是要特別留意的 創新呢 有時就不是真的要發明一些新的東西 很多時候呢 最有用的反而是將一些現有的發明 或者現有的一些想法 將它關掉 怎樣可以令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原先不拉間的放在一起呢 你都可以想一下 有沒有一些不同行業 不同知識領域 但是有一些東西有趣的 注入在一個舊有的行業 或者一個問題裏面 去幫助這個問題解決呢 那我其實我反而覺得這件事呢 很多時候是更加有效的 剛剛就聽過Hiro的分享 之後呢 我們就跟另一位的業內人士Mario 跟他談談創新科技 可以怎樣去帶動環保事業的發展呢 哈嘍Mario 你好 你好 我知道你們做一些人造魚肉產品 其實怎樣可以解決到海洋生態環境的問題 現在最主要的問題出現在哪裏呢 其實最主要呢 現在其實食物供應 尤其是魚類是不夠的 很多時候呢 我們就算有養殖一些魚類 都會霸佔海洋的資源 還有也不是說很多地方可以讓我們去養魚 還有也都不同的品種的魚 其實都未必那麼適合給我們 是我們的資源的 所以我們都會依賴很多 是出去海洋捕捉 而出去海洋捕捉 那也都會減少過魚量 還有力度 那些船就需要越去越遠去捕捉 那也都會產生了很多污染 一些溫滲氣體 一些碳排放也都會有很多問題 那你們的產品或者是目標 是怎樣可以改善到這個問題 那我們的理念就是 不再需要在動物身上 或者是飼養的動物 去得出一些蛋白質 那我們的做法 就主要都是在一些魚那裏 提出一小量細胞 跟著我們就在我們的科研環境 就陪伴細胞 令細胞可以適應在一些 體外環境的生長 跟著它們一直不斷地生長 就可以製造到很多不同的蛋白質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這些物料 或者這些蛋白質去製造我們的食物 其實對上都是多些人一起去參與 想想辦法 怎樣可以真的做到 就是生態環境是得到一個改善的 Mario 其實未來也有創波相關的挑戰賽 亦都正式開始了 如果真的想向著這個方向 研發一些跟環保相關 或者是保護生態環境相關的產品 你會覺得會有什麼建議給參賽者呢 我會覺得是一些可以利用到現有 即未必需要是由武到有 去發明一些新的科技出來 其實只要將一些現有科技 可以更加令到大眾可以用到 又或者是一些現有的科技 可能現在的成本相對的貴一些 但是怎樣可以將它降低的成本 又或者是可以將它們提供一個認識 令到更加多人認識 亦都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最重要是希望幫大眾可以參與得到 一起去保護這個環境 以及利用科技好好做好這個部分 多謝Maria的分享 讓環境可以持續發展 社交聯繫亦無需間斷 參加城市創科大挑戰 你就可以成為下一個先鋒 令香港新神態開創為另一境界 Be an Innovator 可以選擇 我們 Madrid 好球 你自己都可以要 我們喜歡